橡胶哥是一名科学家 在一次研究中他发现了一种太空新物质 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理论 于是他就决定想前往太空做实验 但是做科研项目需要资金支持 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朋友光头哥找到了有钱的扎哥 扎哥知道橡胶哥的实力 于是就同意出钱支持 但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在项目获得成功之后 自己要得到75%的回报 橡胶哥无奈只好答应了 于是就在不久之后 橡胶哥带着他的两个朋友光头哥和火哥 扎哥也带着他的女秘书小美 五个人一起登上了飞船来到了太空 就在橡胶哥准备做实验的时候 突然他们受到太空风暴的侵袭 幸运的是 他们最后都成功逃回了地球 回送到了医院进行了隔离观察 医生在对他们诊断后表示没有什么异常 让他们放心 但是刚过不久 他们的身体就开始觉得有些异常了 最开始发现身体有异常的是火哥 他带着照顾自己的小护士去滑雪 滑着滑着发现自己身上起了火 慌乱之中 他跳到了雪里 结果形成了一个人工的温泉 就在这时候 小美的身体也开始变异了 他正和橡胶哥吃饭 突然间橡胶哥发现小美变成透明的了 这时小美在慌乱中把酒桌上的酒瓶给碰倒了 橡胶哥突然一伸手就给接住了 此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了橡胶一样 可以自由伸缩 想到了光头哥可能也出现了变异 于是他们三个一起去找光头哥 打开房门 却发现原来光头哥早已破墙而出 原来光头哥是去找妻子去了 但是妻子看他变成了一个石头人 于是吓得转身就跑了 光头哥很伤心的来到了大桥上 想要冷静一下 正在这时桥上来了一个想要自杀的人 光头哥本来想要救他 但是却把那个人吓得跳下了公路 眼间那个人快要被大货车给撞到了 光头哥也跳下了公路 一个侧身直接把大货车给撞翻了 同时翻滚的货车起了大火 造成了交通堵塞 就在这时橡胶哥他们也来找光头哥了 由于围观的人太多 警察要把现场给封锁住了 所以他们看不到光头哥到底怎么样了 就在这时橡胶哥出了一个收主意 他对小美说 你不是可以隐身吗 可以隐身过去看看 但是先得把衣服给脱了 结果衣服刚脱了一半 隐身就恢复了 被围观的人看到了 现场相当尴尬 就在这时 现场发生了爆炸 神奇事侠发挥了他们的超能力 先是小美用超能力控制住了爆炸 光头哥把掉下大桥的消防车给拉了上来 橡胶哥伸长了胳膊把掉在水里的消防员给捞了上来 一场危机被神奇事侠轻松地解决了 他们成了人们心中的超级英雄 在电视中看到他们的扎哥心里不乐意了 原来扎哥的身体也变异了 他的身体可以变成钢铁 他想到如果把神奇事侠都给干掉 自己就成了天下无敌了 于是他先找到了光头哥 骗他进了研究室的仪器 把光头哥恢复了正常 之后他又截走了橡胶哥 用制冷器把橡胶哥给冻住了 虎哥也被扎哥发射的追踪弹 追得满街跑 小美来救橡胶哥 但是很容易就被抓住了 就在这时光头哥恢复了超能力 从仪器中逃了出来 一拳把扎哥打飞了 虎哥也摆脱了追踪导弹 神奇事侠们聚齐了 他们来到了广场 决定和扎男一蹶高下 虎哥先是用火焰把扎哥给围住了 小美用超能力给火焰的外城加了个护照 以免伤及无辜 因为扎哥是金属人 就在这时橡胶哥又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光头哥打开消防栓 对着扎哥喷水 于是扎哥变成了一块硬铁 立在那里成了一个雕像 最终神奇事侠成了全国人民的英雄 之后早已经暗恋小美的橡胶哥 也和小美求了婚 就在神奇事侠微风八面 感觉世界已经平安无事的时候 这时的扎哥的雕像 开始有了微微抖动的迹象